抉择 重要性就在这里 你做这个动作 你讲这句话 你做这个决定 会比这一刻好 你就去做 对不对 你不会比这一刻好 你做这个干嘛 这是智慧于佛 EQ IQ IQ 把全部加进去 你要去判断 你像有些夫妻也很奇怪 你明明那句话出来 就会造成 战断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讲那句话 他说 老师你不知道 我不讲 我心中难过 但是你讲了以后 也难过 那你讲来干嘛 你有没有犯这种错误 没有 几家欢乐几家愁 有则改之 无则免之 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 幸福于佛 这就是什么 你知道吗 说得再严肃一点 生死就在呼吸间 所以现在不是 管理什么学历不学历 管理有没有什么社会的成就 都一样 你知道有些当将官的 回家也是跟太太 天吵架的 一缸子 当什么要职的 回家也是不幸福 还是不幸福 你知道以前 那个 小时候 台湾 那个公寓 那个不是 那所公寓 不是有个天井 有没有 我的房间 看我就在那个天井那里 我坐那边都 感觉很 惊吓你知道 你看这一家 我打死你 有没有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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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后今天 我看这社会 还是长这样 当年的那些社会问题 现在还是 有些已经进了棺材了 下一代 下下代 还是同样的问题 那怎么解决 必须一劳永逸 看清楚的 你才容易解决 否则 我可以讲 很难 你看当年 那些邻居 有些小孩 当年那些小 有些小孩跟我差不多大 现在也是这个年龄的 他为人 父母 在 早点有成就的 都为人 什么 祖父祖母了 他也是那种过来的 他当年的家庭里面是那样子的 这么可怕 所以说这个社会会不会越来越可怕 会啊 他当年这么可怕的 现在 每一代都没问题没解决 更可怕 好 现在要讲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怎么解决 对不对 所以你要先了悟啊 我刚讲了很多废话 你要听进去啊 你要先了悟啊 你自己就不是24小时完美 你凭什么去要求 24小时完美 你要先吃进去吧 这关键要先要有 所以你24小时 都有可能会 有什么样的不完美 你要不要包容自己 你要包容自己 那要不要包容别人 你要包容别人 所以你要想清楚 你为什么要包容他 你多可怕 我们要包容自己 你可能有什么